哈喽哈喽 欢迎光临我的虾皮卖场 接下来拍一个试机影片 是关于这台佳能A540的 这台的话 它这个外观的话 是之前有发过影片 是基本全新的一个外观 没有任何的划痕啊 污渍啊 什么都没有 然后主要我们开机看一下吧 电池的话我已经放进去了 然后卡的话也放进去了 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 开机的话这个画面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发黄啊 老化啊 阴影啊 黑点啊 都没有 然后我们主要看一下它的这个使用状态 因为您之前应该接触过这个情况 所以说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吧 它这个画是带中文的 菜单的话是比较不错的 都可以设置成中文 我们设置成翻题中文 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看得懂 然后这些这个键的话是这个 每个按键我都按一遍吧 然后证明它是好的 然后我们拍张照看一下 看一下看下它闪光灯 闪光灯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多拍几张 看看它是不是拍几张就没电按了 拍了几张的话还是没有出现关机的状态 再拍几张 呃这个可拍摄张数的话目前是2G卡 它基本上可以拍摄1000多张啊 1000多张照片 而且是我们最大尺寸的条件下是1000多张 我们看一下这个尺寸 如果说你想改变的话 呃如果说你把尺寸变小一点的话 它可拍摄张数就变成就更多了 变成2000多张 甚至1500张 9000多张 甚至是1万张以上都可以的 这个话看着具体的需求 如果说是最大尺寸的话叫l 最l的话就是最大尺寸 然后我们可以拍的话是1000多张 可以看到目前我已经闪了大概10多张照片了 这个电源的话也还是有电的 还是有电的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相册模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刚刚刚拍的照片 然后也可以把它删掉 按这个的话可以一键全部删除 使用起来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呃 我们再拍10张 呵呵 再拍10张 而且全程开闪光灯了 全程开闪光灯 啊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已经拍了后几张了 然后也没有那个低电量的提示啊之类的都没有的 啊它这个价能的话是低电量的话才会提示啊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那个电量电量调的 好像是低于10%的时候就会提示 啊目前的话一切正常啊状态的话还挺不错的 嗯 然后变焦的话 嗯 然后变焦的话啊 有没有什么噪音 嗯 还挺不错的 好我把这个卡清空了 然后试剂影片的话就先介绍到这里啊 如果说有什么不懂的话可以再来问我 可以再来问我 状态的话很不错 橙色的话很不错 然后功能的话也一切正常啊 一切正常的